独时以名至 知古可见经 大家好我是刀刀 话说晋献公用铁血手腕 大肆屠杀晋国公族 虽然实现了高度集权 维护了自己的铁血统治 却也使得晋国公族变得弱小 清大夫趁机崛起 为晋国埋下了隐患 到了晋文公崇尔继位之后 为了实现称霸中原的志向 要大肆重用清大夫 使得清大夫实力继续膨胀 到了晋警公时期 赵氏孤儿一案的发生 更使得晋国公族威望下降 各清大夫为了自保 拼命地扩充自己的实力 此消笔掌之下 晋国国军终于被清大夫架空了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 国土面积最大 实力最强的晋国 率先出现了内乱 智 赵 韩 魏 四家清大夫 联手消灭了范 中杭两家 结束了晋国六亲当政的局面 使得晋国的实权和地盘 几乎全部落到了四家手里 而这四家之中 又以智氏实力最大 其领袖智伯 力压三家 一心想要独霸晋国 智伯的专横霸道 为不久后 赵 韩 魏 三家分界 埋下了夫皮 灭了范氏以后 智伯听信赵氏首领 赵湘子的建议 对侥幸逃亡的范娥 范平姐弟 进行追杀 以图斩草出根 眼看就要得手的时候 半路杀出一个强悍武士 他叫月让 是范氏家族的武士 也是那句流传千古的 视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荣的创造人 月让二话不说 就把两位小主人抱上车 一路狂奔 刚跑没多久 就听见身后有人呼叫 回头一看 是范氏的另一个家臣 公孙白 面对范氏家族遭遇的不幸 他痛哭流泣 扬言 就算是粉身碎骨 也要给两位小主人提供庇护 如果小主人不给他这个机会 他就当场自吻 范娥姐弟 世事未深 信以为真 被他的忠义行为感动 不忍公孙白自杀 跳车阻止 结果被公孙白抓了个正着 感情 他才不是要保护小主人 而是想抓住他们 向至伯请姑 以保全自己和族人的性命 乃至荣华富贵 可他低估了武士御让的恐怖实力 以及那份忠心 陪了夫人又折兵 不仅阴谋未得逞 还葬身于御让的剑下 不过 这对御让来说 只是遇到的第一关 在前面 还有智伯派来的大批追兵 企图阻拦他们 无奈之下 御让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他的护处行为 和彪悍的战绩 惊动了智伯 当即决定亲自带兵 去会回御让 同时也特意邀请 赵 韩 魏 三家 一同发兵围剿 御让就算是再强悍 也不过是一人之力 多派一些兵士就是了 为什么还非得 四大家族领袖亲自出面 其实 智伯不过是借题发挥 就是想看看 他智伯的一件小事 其他三家 会不会把他当成大事来对待 结果三家无疑缺席 全都硬要发兵 反映出赵 魏 韩 三家 对智伯诠释的畏惧 也正因为如此 智伯的野心更加膨胀 开始变得目中无人 当赵湘子向智伯提出 用国君新赐给自己的封地 来换取御让和范氏姐弟的性命时 智伯的家臣提醒他 这是赵湘子在趁机收买人心 智伯却不以为意 既然赵湘子主动献帝 不收下岂不是傻瓜 至于收买人心 让给他就好了 他会相信 在晋国 还有谁敢和他致时作对 这不不知道 就是这个他瞧不上的赵湘子 日后把他一步步拖向深渊 这个赵湘子 本名赵吴旭 是赵氏孤儿赵武的曾孙子 其人虽然是父亲赵央 众多儿子中 地位最低的那类数字 但他从小敏而好学胆识过人 尤其善于隐忍 小的时候有一次 父亲赵央为了考察 诸位儿子的学业 特意把训诫刻在竹盘之上 要求他们认真研习 领悟其要职 结果三年之后 赵央的儿子们 甚至世子波鲁都背诵不出 以至于连竹板都不知道 一时何处 唯独赵吴旭对答如流 且把竹板藏于身上 经常检点自己 从此获得父亲赵央的另眼相看 后来赵央又在常山藏一宝贝 让诸位儿子去寻找 先得者有赏 诸子成心而去 百姓而归 没有人找到宝物 只有赵无序声称 找到了宝物 那就是凭借着常山之险 攻打代国 代国即可归为赵氏所有 赵央听霸异常高兴 非常欣慰 只有赵无序 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 堪称赵氏大业难得的继承人 临终之前 他废掉世子赵伯鲁 破例立较为贤名的赵无序为世子 赵央死后 赵无序成习近亲之子 始称赵襄子 他和父亲赵俭子赵央 共同被称为简乡之列 赵襄子明明在助长治国的骄横之气 暗地里却为自己树立好名声和积蓄实力 他释放封地上的上万奴隶 让他们开荒恳甜 从中抽取十分之一的税收 既能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口粮 又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同时增加俯库的收入 与此同时 他又在招兵买马收览人才 其中那个为了保护范氏姐弟 不惜和志伯为敌的勇士豫让 则是他重点的收买对象 为此他亲自登眉求衔 只可惜被豫让看破了动机 也并非为自己的知己为由给拒绝了 昔日范氏带豫让 是看中豫让之人 而今日你们看豫让 不过是看中豫让手中之剑罢了 反观志伯做事就没有赵襄子 那么隐忍和有称呼了 为了达到削弱赵卫寒三家 最后独霸晋国的目的 他明目张胆地蚕食他们 不断地向他们索要土地 当此之时 越国灭亡五国 勾建率军北上举行诸侯会盟 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晋国因为军权旁落 清大府互相争权导致内耗严重 白白丢失霸主的地位 被小国越国压在了头上 志伯以奉命讨伐越国 恢复晋国霸主地位为名 不仅要求赵卫寒三家联合出兵 还要他们各自奉献出百里封地以助军资 这不明白着就是要趁机吞并三家的封地 使得三家封地越来越小 而智氏封地越来越大吗 长此以往 智氏独霸晋国的目的也就水到渠成了 韩氏首领韩虎不想这样白白牺牲自己的地盘 可是他的家臣断规劝道 如果不献出土地 智伯必然会攻打韩氏 不如先答应着 智伯定会再向别人索取 别人不给他必定发兵攻打 那么韩氏就可以免受攻击 等待形势好转再做敬意 韩虎一听很有道理就慷慨地答应了 智伯又向魏皇子魏居索取土地 魏居对志士魏惧 出渝和韩虎同样的记忆 也指得暂时献出土地 唯独到了赵湘子的时候 赵湘子坚决不从 只不过赵氏领地乃先祖所传 无需其敢随意放弃 请大人恕无需不敬之罪 智伯大怒把酒水洒到了赵湘子的脸上 赵湘子的护卫随从没见状都义愤填膺 希望杀掉智伯为主人洗刷耻辱 赵湘子却隐忍不发 见智伯怒气未消 又主动把另一杯酒撒到了自己的脸上 以至于连智伯都觉得此人窝囊 之后智伯为了惩治赵湘子 联合韩卫两家进攻赵湘子 赵氏兵兵见智伯欺人泰盛 纷纷请命和智伯决意死战 赵湘子冷静地分析形势 自认为敌众窩寡 遵从父亲临终前 遇到大事可以退回封地进阳的一命 带领赵氏族人和兵丁全部撤往封地进阳 然而智伯灭赵志在必得 不会轻易放过他 一场决定进过甚至整个中原隔绝的大战 一触即发 预知结局如何 咱们解听下回分解